根据公路局公布最新资料 华联县共计有19家游览车客运业者接受评鉴 其中东颖通运、华联游览车客运 以及综艺通运三家评列甲等 公路总局也呼吁公司航号、学校的交通车 或是校外教学团体旅游租用游览车时 可以参考评鉴成绩 以市场机制来让业者愿意提升安全以及肤品质 为了提供民众选择租用游览车的参考 交通部公路总局订定游览车客运业者评鉴作业要点 办理评鉴作业分为三个阶段 包含造势以及违规记录等事项 依照三阶段进行检核 跨年线有三家业者获得甲等 东营通运更是多年获得甲等的殊荣 对我们业者或者客户、客人都是个保障 也是一个信心 那虽然这个是一个容易 那也希望在管理出租上方面 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些品牌的形象 对于一些用车人的安全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 安全记录甲等以上业者提出申请检核 专业科技化管理项目 以及三阶段进行评鉴 而在疫情过后国境开放 游客来到花莲 东营通运董事长指出 大客车的驾驶人员少了一成 专业驾驶的培养在旅游市场开放前 更需要政府部门给予协助养成训练 希望政府能够为我们在地的旅游 从业人员或者是我们游览车的驾驶员 能够多多的培训 由我们县市政府置办培训 委托驾训班来增加我们的观光人才 那一定要受一个长期的安全的驾驶的训练 以及指导 在这个学习中才可以成长 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提早来规划 计划我们的培训的制度 让我们的人才不至于垄断而断层 东营通运公司在93年开始营运 至今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 谢东营董事长指出 能够成功度过在疫情时 造成观光惨淡的时期 旅游看涨 专业人员的培训更为重要 才能够为花莲的观光业 提升至专业的运输服务品质 记者林杰吉安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